正是因为看了您这套书 我现在才敢主持 挑战不可能啊 加油向未来啊 尤其主持开奖 他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 主要作者之一 著名作家叶永烈 《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 总共是900多个为什么 我一个人写了300多 请问最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有多少个为什么 为什么呢 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 没有想到会进小学语文课本 从今年秋季学期起 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将会使用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课 将开始采用不编本统一教训 新学年新课本将会带来 怎样新的改变 这个教材你编成什么样 实际上就意味着 我们给孩子提供了 什么样主要的精神设量 也会直接影响到 是不是能扣好人生第一例扭扣 基于这样一个情况 教育部就从全国 临选了一批专家 经过五年 我们打造了这么一套教材 也希望通过教材的改革 引导我们育人模式的改革 更能体现学生做一个学习 主体的这样一个地位 更好地激发他的学习兴趣 所以在这个语文选篇的时候 有意识地选择了一部分的科普类 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 在无数孩子的心里 埋下了科学的种子 我把写作看成 凝固的时间 凝固的生命 一个人只有好奇心 这才会不断地追求 问为什么 把一个问号拉直 变成精大号 那你就是一个科学的发现者 开讲了探寻文化的力量 本期演讲者 叶永烈 您高考 杜未来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 银柄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当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萃取植物精华 科学气血双补 感谢熬夜标配 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幸福了 因为他们能够接触知识 能够接触科学的机会越来越多 条件也越来越好 像我们这一代人 要想了解一些课外的知识 可能要从课外读物上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 有一本叫做 《小灵通漫游未来》 你看当我说到这个书名的时候 年轻人都没什么反应了 这本书是1978年 第一版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 他的另外一个作品 我相信在座 一定都会有反应了 十万个为什么 但是现在你们看的版本不一样了 我小时候看的那一版 黑色的封面 然后一共好像是有十本吧 这是一套 让我真是捧着就不愿意放下 当时这一套书也是成为了中国青少年最重要的一个科普读物 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位开奖嘉宾 他是十万个为什么的最主要的作者之一 而除此以外 他还有太多的科普作品 为我们构建了一座又一座科学的堡垒 让我们掌声有请 这是最新版的吧 这是第六版 第六版 2013年 白云粉出版的 但是是目前 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新版 这是化学册 化学册 我看的是原来您最早 和您的同事们编的那个黑色封面的那一套 最早是1961年最早的 人总会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当成是历史的开端 我以为我读的那一套就是最早版本 那我看的那一版是哪一版了 1980年来帮着黑封面 那我看的是80年 1980年来 好多本 也是分什么化学 物理 对 还有无线电 地球 什么好多 对对 那你看过我再考考你 我看的不是很仔细 我怎么还有这一 那么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的到底是玻璃 钢化玻璃还是玻璃钢 这个难不倒我 肯定不是玻璃 因为玻璃这么暂时站不住的 是很危险的 但是玻璃钢它最后是落在哪 钢 钢化玻璃呢 它最后还是什么呀 玻璃 我怎么像破案一样 我认为是钢化玻璃 对了 说明你看过 这个里面就有这个答案 这话学这一次 这个题目就是我写的 所以我敢去考你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来讲 也许写科幻小说容易 但是写科普作品 是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它一个是要求内容绝对准确 一个是要生动有趣 能够写好科普图 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几十年当中 您面对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长 您肯定有很多的故事 和我们的年轻人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叶永烈先生 有请叶老师为我们开讲 各位朋友 当这期节目要播出来的时候 正好是新学期九月份的时候 可能很多同学都拿到 上发着油木香味的新课本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全国统编教材小学六年级的课本里头 有一篇课文就叫做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这个作者就是在下 这篇课文呢 其实是我1980年写的一篇科学小品 当时写的时候 一点没有想到会进小学语文课本 其实那个就是写了三个有趣的故事 来说明科学并不遥远 科学也并不难 从身边观察 也可以发现很多大的科学原理 比如说 我里头一开头就写了一个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叫谢皮罗 他每天洗完澡 又刚塞着一把 他有次注意到 这生活怎么是一个逆时症的方向 他第二次洗完澡 又一把 又是逆时症的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 他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他就认为 为什么会是逆时症的 因为他是在美国 是在北半球 这个跟地球的质状有关 由此他就推论 在北半球的台风 他一定是逆时症的 果然他的推论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他是从一个洗澡 把三次那么一件小事情 注意到漩涡的方向 到大的台风的方向 那么2011年3月11号 日本发生大地震 海里头形成了一个 很大的漩涡 那个漩涡就是逆时症的 相反到了南半球 它就是顺时症的 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 只要你做有心人 你去发现科学 发现原理 把一个问号拉直 变成金档号 那你就是一个科学的发现者 那么一个能够把文章 进入语文课本的作家 按道理 他在小时候应该是学霸 应该是成绩不得了 我呢今天带来了 我家的一个老古董 大家不妨看一看 我是在1945年上小学 你看一看 上面有两门不及格 一门呢 读书不及格 读书就是现在的语文 还有40封 还有一封是作文不及格 40封 这个成绩报告单 就说明了 我从小不是个神童 我怎么会成为一个作家 这个事情呢 要从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说起 我是浙江温州人 我们当地呢 一个报纸叫浙囊日报 也就是现在的温州日报的前身 我每天回家呢 就很喜欢看这张报纸 那个报纸呢 离我们家也很近 我走过报纸门口的时候 报纸门口有个木头的箱子 上头写着 投稿箱 我那天心血来潮 写了一首小诗 就扔进了这个投稿箱 过了几天 我收到平生的第一封信 那个信封上写着 夜永练小 他没有收 这封信呢 告诉我 他说你的稿子呢 写得很好 我们准备在下一期的 副刊场发了 就这样呢 过了大概十来天 我有一天放学回家 我父亲非常高兴地告诉我 他说今天在报纸上 录出你的诗呢 我去投稿 我父亲是不知道的 所以父亲看到我的小诗 能够登在这男子宝上 是非常高兴 那首诗呢 其实真正的就是一块豆干 其实的字 我没想到这首小诗的发表 当时我拿到了 九千块钱的稿费 其实呢 当时是旧币 当时的一万块钱 相当现在一块钱 所以我的稿费呢 时间是九毛钱 不过这么样就当时 对我的鼓舞是很大的 我呢 我呢 一切都是这块豆腐缸开始 这块豆腐缸 点燃了我的文学的风 其实在中学的时候 时间比较多 尤其书甲寒甲 可以大量的读书 我觉得那才是我 读书的黄金时光 所以拼命地看书 我家里四大贵的 个书呢 差不多都给我看光了 到高三的时候呢 就面临着考什么大学 考什么专业的时候 当时我一心一意呢 要当记者 我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 有个新闻专业 我一心要考这个专业 可是一打听呢 那一年大概只招二十几名 我想想一个省 一名都不到 我呢 他还有点自知之明 我想也许考不上 当时呢 我又非北京大学不可 最后我姐姐是学化学的 那我就去念化学 我父亲呢 一听说我念化学 他就非常高兴 他说当新闻记者 其实是很危险的职业 你念化学呢 不管怎么样 毕业了以后呢 可以做做雪花膏 可以做做肥皂 他说总归有一碗饭池 所以我就这样的 进入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尽管我走进了那个 飘着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气味的 这个大楼 每天在化学实验室里网络 可是我身在朝影心在汗 用化学系对门呢 就是文史楼 就是中文系的大本营 我有时候我还偷偷到 中文系去听听课 我还加入中文系的 这个红楼诗色 当时呢 我还写诗 写赏文 写小说 到处去投稿 大概十篇里头 有一篇 蹲出来上 很不错了 到了化学系的三年级的时候呢 我开始用文学的笔调 写化学 也就是说写科学小品 当时北京市科学 有一张小报 就叫科学小报 我最终给他们投稿 我发现写这种稿子 我百发百中 写一篇 登一篇 写一篇 登一篇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中文系的学生呢 他懂科学的不多 化学系的 能写文章的人不多 那我呢 念的是理科 但是呢 又有一定的文学基础 所以我一写科学小品呢 都能够发表 1959年那一年呢 我就把这些科学小品 整理了一下 变成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 《碳的一家》 这本书写完以后呢 投给哪个出版社去出版的 当时我才19岁 谁都不认识 哪家出版社都不知道 我在北京大学旁边的新华书店 看 看到上海的一个叫 少年儿童作版社 出过类似的书 我就买了一本回来 从版权页上 知道他们的地址 我就把这个书口 给他们寄回去了 我的运气是非常的好 我这本书 落到一个责任编辑 叫曹燕发 这老师他手里 他一看 非常喜欢这本书 决定出版 所以我在1960年2月份 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 就探了一下 我的运气好呢 其实还不在于这里 一个非常奇妙的机缘呢 是我成为 《死亡个为什么》的作者 其中的原因呢 就因为这个曹燕发老师呢 他当时就正监了 编辞王为什么 他这是负责物理风策和化学风策 物理风策呢 非常顺利 约了这几个作者呢 写得很好 编辑一声就通过了 化学风策呢 恰恰相反 他这是约了七位化学老师写 写了一年 就搞了 一看 不管是他不满意 编辑部 全部是投否定票 为什么呢 那七位老师写得像个教科书 这时候很着急了 物理风策已经编好了 化学风策 要推倒重来 曹燕奥老师一想 那个叶勇 你不是投过来一本探代一家吗 此人就是北大化学学者 他说能不能让他试试看 于是呢 寄来五个 为什么让我写一下看 我就随手就写了五个 就寄过来 一看 他们说 哦 应用的写得很好 正是符合我们的要求 于是呢 就把化学风策 所有的为什么都寄过来 所以化学风策出版的时候 一共是一百七十五个 为什么 其中用了我的是一百六十三个 因为化学风策写得好 其他风策的编辑都来找我约稿 有气象的 有地质的 有生理卫生的 有农业的 等等 我那来这不拒 只要我能写的 都给他们写了 所以十万个为什么 第一版 总共是九百多个为什么 一共是五册 我一个人写了三百多个 在十万个为什么完成之后呢 就我有点小小的野心了 因为十万个为什么呢 都是一篇一篇 短蒙昌属成 我想写个长的东西 写个小说 于是呢 就在一九六一年 写了这本 小灵通漫有未来 这本书的手稿现在还正 你可以看一看 当时的纸头就是这种纸头 当时连白色的稿子都没有 都是这种颜色很深的这种纸头 这个就是当夜的手稿 没有想到 这本书寄到少年耳朵出版社之后 被退考了 我当时真想不通 我觉得这本书写的比十万个为什么要好 可是为什么被退考呢 后来才明白 当时饭都吃不饱 你把未来写的那么好 吃的又好 住的又好 而且出去 两个小朋友都开那种 飘行车 是水地形的 是全透明的 六七岁孩子都能开 因为它的操作 进户就自动驾驶 家里有机器人 客人一来 机器人就端着一杯一杯茶来 这种生活 那跟当年的现实相差太大 所以被退考了 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对于我来说 又面临着另一种考验 还要不要继续写作 继续当年的梦想 因为我被下方的农村 整整三年种水稻 我呢 因为是理工男出身 人家说 叶永烈 你来当管理员 因为你懂科学 这个种水稻呢 要有一定科学基础才行 于是呢 我就成为一个水稻的管理员 但是我一直是对文学念念不忘 我每天给水稻写日记 水稻从稻种 这个镜种 一直到丑苗 一直到播种 到插秧等等 全过程 我写了一本厚厚的水稻日记 每天都记得 这个水稻日记呢 我也带过来了 这也是一个老古董的 一个手稻 日记前头呢 有十三首诗 这是 比如说除草 我也写一首诗 播种也写一首诗 就前头写了十三首 写在道业上的诗 这是在很特殊的年代 很特殊的记录 这个水稻日记 一边记了 一边我对虫子发生兴趣 就研究了虫子 我还写了一本书 就叫《自虫的故事》 其实在那种年代 我还念念不忘 当年十一岁时候 发表豆腐缸的初心 还一直对文学念念不忘 我一直坚持写作 到了现在 我完全跟那种 处于逆境状态的情况 截然不同 我处于顺境当中 我呢 也这把年纪了 人家都劝我 可以安详晚年了 对我来说 又面临着另一种考验 还要不要继续写作 我呢 一直到今天为止 还一直在不停地写作 我的作品 体材和内容 不断地变化 开始写技术文学 报告文学 我还在做 环球旅行 一边走 一边拍照 每天晚上 把所有建设文输入电脑 就这样呢 我出了一套书 叫叶永烈看世界 所以我所有的作品 整个字数加起来 现在是三千五百万字 我的作品体材 可以不断地变化 但是呢 半变不离其中 这个钟就是当年 十一岁的时候 定了的钟子 当年做的文学梦 而且呢 对我来说 一辈子一件事 尽管这个 一是很简单的 其实一也是 一个很深刻的 一个需要坚持的 人生其实很短的 一辈子加上 也就是这么点时间 所以一件事情 要做得好 也还不够 所以我把写作呢 看着凝固的时间 凝固的生命 我把我的所有的经历 都凝固在我的作品之中 最近几年呢 我一边写作 一边还整理 我那么多年 所形成的书信 文稿 还有我的档案 创作笔记 还有一千三百桌盘的 采访供应袋 这么多东西 我都捐给了上海图书馆 这些重要的资料 不是属于我个人 是属于国家的 属于历史 一边呢 将来后人要研究历史 也许可以对他们有所帮助 我本来是想 我去世之后 在我的误会上 写一句话 对不起 我不能再为你回答历史 后来我想象呢 我现在应该改成 请到上海图书馆来找我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